迷你世界被遗忘的三个座棋 我敢说如果不是看到这个视频 你们不会想起它们的存在的 即使放在仓库里吃灰 大家也不会用它们一次 第一个麒麟呀 现在的座棋太豪华了 而麒麟成了被遗忘的第一个座棋 它被很多玩家放在仓库里吃灰 可是呀我还记得在最古老的版本 它当时是最牛的座棋 可以带着我探索危险的地心世界呀 可是在现在的版本 很多人都忘记麒麟了 第二个是 第二个被遗忘的座棋 迅捷路行鸟 大家更不应该忘记它呀 因为你们知道吗 在最古老的版本 它是唯一一个可以 同时拉两个人的座棋 无论是生存还是探险 我们都可以和好朋友组队 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拉上我最好的朋友 一起在地心世界探险 但是在最新的版本中 迅捷路行鸟也被人给遗忘了 第三个小飞鼠 小飞鼠是一个免费做棋 所以很多人在没获得的时候特别珍惜 但是一旦获得 它就永远的被放在了仓库 但是呀 在游戏中 小飞鼠的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跳跃能力非常非常强 不知道为什么 好多人在获得它之后 就再也不用了 它也成了一个被大家遗忘的皮肤